早在2019年底 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一项名为 退休金法案的法律文件 这项针对所有美国人退休计划制度 进行改革的法案 由美国国会局指定的众议员 筹款委员会在2019年4月1号提出 并向国会提交了该法案的草案 经过半年多的讨论 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了该法案 当时还是美国总统的特朗普 大笔一辉 在法案签字 正式使其在2020年1月1号生效 不过虽然这项法案 引发了全体纳税人的关注 但是由于当时联邦政府 并未公布详细的执行细节 所以大家对此法案 到底带来怎样的影响不得而知 直到今年 相关部门公布了较为详细的章程条例 近期众多会计师 对新法案对于华人的影响 做了一系列的解读 众所周知 华人对待养老问题尤为重视 而401K 作为养老金的一大组成部分 自然也会得到很多的关注 今天咱们就来看一看 新法案到底怎么影响了你的401K 该法案最大的改革 就是在退休账户 强制取钱的年龄和追加存款的年龄 以及针对退休账户继承部分的重大调整 根据最新的规定 新法案将退休账户的 最低必要提款额的70年龄 从70.5岁提升至了72岁 也就是账户持有者 要在72岁的4月1号开始领取 否则会有50%的罚金 对那些收入较高 暂时不需要领退休金的人 这是好消息 因为从退休账户领钱都需要缴纳所得税 他们可以让资金继续留在账户内进行买卖股票 债券基金等投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账户所有人在2019年12月31号 之前就已经满了70.5岁 还需要根据旧税法履行强制提取退休金的规定 只有在2020年1月1号后 满70.5岁的人才使用新法案 而针对退休金受益人继承政策的改变 新法案最重要的修改 是取消了延展个人退休账户的政策 所谓延展RA账户 就是指受益人可以长期持有的退休账户 以前很多人都会选择让更年轻的子女或孙子女 继承退休账户 这样账户享受的年税优惠时间就越长 但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新法案做了很大的调整 在新法案下 只有以下几种符合资格的指定受益人 才可以继续享受旧法案中的延展政策 1.配偶 2.小于21岁的未成年子女 但不能为孙子女 3.残障人士 4.有重大疾病的人士 5.比你年轻10岁以内的指定受益人 但这些都是根据账户持有者死亡的那一天决定 比如受益人是账户持有者死亡后才残疾的 就无法享受这个条款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账户持有者在72岁以后去世 并已经开始强制提取退休金 那么受益人就无法停止提取 而且必须在10年内领取完 另一种情况是 假设受益人选择为配偶 并继承退休账户后 直到配偶死亡后 其他的非配偶受益人 同样必须在10年内领取完 这个10年期间 就是这次改革的重要措施 新法案规定 受益人必须在账户持有者死亡后的10年内 领完退休金 否则会有50%的罚金 假设账户持有者在72岁之前死亡 则10年期限领完 假设账户持有者在72岁之后死亡 则按照剩余的1到9年内领完 若没有指定受益人 比如说是遗产信托 慈善机构等 如果账户持有者在72岁之前死亡 则需要在5年之内领完 如果在72岁之后死亡 则以账户持有者剩余的 单身预期寿命时间来提取 有关单身预期寿命的算法 国会具有一个表格计算公式 要在预期寿命上 减去一年的时间领完 比如说一个75岁的账户持有者 他需要在13.8年内领完 但是这种形式 可能会面临相当高的所得税 所以总体来讲 这次的退休金 法案改革必大于利 大家更要提早的 规划好自己的养老金账户 想办法来避免高额的所得税 比如将多名子女作为受益人 分散领取金额 从而减少税坏 再比如非Rose的IRA账户 可以考虑用现在的低税率 把账户转成Rose IRA 缴清税完后 避免子女继承后取钱时 需要交的更高的税额 所谓上有正色 下有对色 相信大家 只要提前规划好 就能把自己 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的损失 降到最低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并分享